我们第一个就是点这个表单去设定这个Caption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是下拉清单 这个叫combo box 1 这个叫combo box 2 然后呢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的字型 字型的话是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它是Font 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呢可以把字改成14 那一样的方式 那再来的话呢 表单的这个程式要被执行主要是利用事件驱动 也就是当表单启动的时候 所以表单启动程式写哪里呢 记得我这边点两下 它预设会是click 然后呢把它改成activate 当它被启动的时候 那我就分别呢放了总共三个项目之 一个项目是A1 一直到D1 OK那A1到D1的话指的就是这几个 那把这四个东西呢 把它放到下拉清单里面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下拉清单里面就有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当它点选了月份的时候 比如说中月份 那理论上 我们下这个地方呢 应该就要把中月份的资料放到这边来 放到这边 这个叫combo box2 点add item 放哪些项目呢 就是放这个项目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就是要判断一下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程式该写在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 那一样是事件驱动 所谓的事件驱动的话 第一个刚刚是当表单启动 我把清单放进来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当它怎么样 当这个下拉清单里面 资料被选取一个 也就是说它有改变 预设式里面是空的嘛 那如果说我选了一个 那表示它会触发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叫做combo box1 底线Change Change的话就是里面资料改变 那我怎么触发这个事件呢 很简单 快点两下 快点两下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的事件一定是什么物件 就combo box1 背后面就是它的事件 发生什么事情呢 Change 当然如果你假设 你觉得Change不OK的话 你可以再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可能更适合的事件 看起来应该是Change 因为我选了一个 所以那个下拉清单里面呢 就有改变 除非说里面 本来是空白的还是空白 那就没改变 那就什么事都不发生 所以呢第一个 事件 应该把程式写在combo box1 当第一个下拉清单 里面的资料有改变的时候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把程式写在combo box1Change底下 到End sub中间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判断 if 如果什么呢 所以它可能下拉清单 总共会有四种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判断的方法 第一个 如果它选的是什么 A1 那表示它是中月份 然后呢 如果不是的话 那应月份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中 星期 反思的话 就是应星期 所以如果 那我可以怎么 假如说呢 下拉清单 下拉清单 这个叫什么 combo box1 里面的文字的话 它可以 透过一个叫 什么呢 if 这个combo box1里面的文字 叫.test 里面的文字呢 如果等于什么 A等于中星期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 可以什么 给一个名字 给中月份 我们从 左判断到 右好了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是 在 前后比对 假如说下拉清单 里面的资料哦 如果是什么 如果是中月份 空一个then 然后 end if 我先打一个end if 有头有尾 然后要做什么呢 就是呢 你帮 如果他选了这个 那就帮我把 a2到 a13的资料 放到哪里呢 放到 这个combo 这个叫combo box2里面 这个叫combo box2里面 这个叫combo box2里面 所以哦 放的方法的话 记得就是说呢 combo box2 一樣有点 add item 那add item的话呢 当然 不可能说你现在直接 就怎么 假设用sales sales的话 是第二列的 第二列的a欄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变成你要写13行 这个可能写完之后的话 还要再把它复制 然后贴 变成3 变成4 一直到第13 这样的话呢 总共我会需要写12行 所以呢 假设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写一个回圈 写在这里 for回圈 for i 等于 第二列到 第13列 enter两下 一样打个nest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变动的是 第二列到第13列 所以呢我就把 刚刚写的这一行 直接就放到哪里了 放到for回圈里面 按个tape键 把这边改成i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 如果当他选的是 中月份的话 那我就帮我 帮他把那个 中月份的名称 放到下拉清单2里面 点A 那如果 音月份的话 所以哦 请各位可以把这一行 if这一行 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贴到回圈的下一行 ok 但是呢 你如果 第二种可能性的话 不能是if 前面必须要再加个else 诶 如果是这个的话 那 假设 假设是 如果另外一个的话 那就else if 然后如果是什么 音月份的话 第二种可能 那我要做什么事呢 诶 这个时候其实跟上面的 还蛮像的 所以把这个for 回圈 把它复制到底下 那做什么呢 一样是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三列 好 然后呢 差别只有在哪里 把A栏 改成B栏 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又得到了 第二个选项 如果选第二个 那假设是选第三个的话 所以哦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 这四行Ctrl C 好了 然后贴到底下 然后呢 假如是中月 中星期的话 这边改一下 如果是中星期 那我范围的话 就2到8 所以这边改一下 2到8 那 增加到 项目清单里面的话 就不是B栏 不是英文的 而是C栏 所以这边改成C 那 除此之外 有没有 1 2 3 除此之外 那就因星期啦 所以其实哦 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什么 直接哦 把 这一个复制 一样啦 假设你要再复制 再贴 你改成 因星期 比如说你想说 老师我改成 这边改成 因星期 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哦 只是说了 如果你希望 写少一点的话 因为 总共四个嘛 那上面已经三个都判断过 剩下 就只有 因星期 所以其实哦 更简单的方法 连这个都不用写 把 后面 L if 判断不用了 因为 不可能有 第五种了 所以只会有最后 最后一种的话 就因星期 所以你可以 就是除此之外 else 然后呢 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个 下拉清 把它加到下拉清单的话 从c栏 改成d栏就可以 所以这边改成d 这样都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 我们就已经把 程式写完了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下拉清单 选了中月份 所以哦 特别注意是在 当下拉清 combo box 1 改变的时候 那我就 去针对他选的是 哪个月份 去 帮他新增资料到下一个 下拉清单 好 那执行看看 所以执行的话一样 上面按执行 那先选中月份看看 这个底下会不会是 因为他是中月份 所以 逻辑 是把 A A欄的2到13 放到这个 combo box 2 里面 所以看一下 没错 然后呢 这边再下拉一下 英文 不过你会发现 不对啊 为什么他这边呢 刚刚那个 中文的还在 英文的 如果在点中心期 你会发现 变差在最下面 那不对啊 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再多写一行 什么呢 就是当 要增加项目 之前 先把combo box 2 里面的资料清空 所以哦 请记得在哪边 当 combo box 1 Change的时候 在这个上面 多写一行 就是把什么 把combo box 2 里面的资料清空 点什么呢 点clear就可以了 其实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clear 好 这样应该理论上ok了 我们看一下 clear 选一个 ok 然后再来哦 没问题了 因为它先clear clear之后的话 再放新的资料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 就没有问题了 好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那我刚刚写的程式哦 如果假设 你一下子没办法 记起来的话 那请各位可以看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 其实我刚刚写的应该是 这个地方 combo box 1 Change的时候 ok 画面再停止共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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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